今天的消息 我們的關心 發行技術 跟落富特飯店的感染事件 現在已經有二十九人去圍到 其中有一半是 圍到英國的變政北斗 我們說來的專家 黃立民是表示說 英國變政北斗老闆 全佈率幾五聲 如果第四率有幾六聲 所以防疫措施絕對不能放冷 也建議說 防疫理官 最好不能開放 讓一半立客人作火大 也建議要針對所有的 航空經管做採檢 做 衛生控體檢測 發行技術跟莫富特飯店 感染時間第第十六天 感染人數已經有十九人 其中有十七人是 沒有出國室的本土故障 而且重新一半是 感染英國變政北斗主 國內專家表示 跟其他變政的北斗主比起來 英國變政北斗主 不僅全佈率更加強 散佈的環境更加大 在全球流行期間也比較長 對方也一定要重視 英國豬它目前知道它的傳染力 是比原來的病毒株增加 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百 所以等於是一倍半到兩倍 它的死亡率呢 目前估計是增加百分之三十到六十 那這跟院內感染其實是很像的 因為諾富特飯店它也是一個 等於是所有人必須密切接觸 互相互相協同工作的一個環境 鄉里面建議 鳳葉路官想好五天開放後一般路上來 正感到北斗團部的風險 正對華航清零界階 鄉里面也建議 不僅是華航 所有航空政員都應該全民採檢 郭家強會清空替將了解 整體感染的情形 比原一樣的事情還發生 記者綜合報道